進入我們叫叫CAV的流程 目前我們的CPR流程是叫叫CAV 那其實應該也可以說是叫叫CCAV才會 第一個叫 叫什麼 叫病人 叫病人的時候要怎麼叫 開兩側肩膀 OK嗎 再來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過一個叫疼痛刺激的東西 胸部病 OK 好 來 把你們右手舉起來借我一下好不好 來 中指稍微突出來一點點 來 你往你自己的胸部 就是我們正中央這個腹頭 來 你過來把它吹下去 來 會痛的舉手一下 會啦 你沒說會痛啦 好 那這個就是疼痛刺激 那這邊吼 這個是比較有差異性有殖異性的地方 因為有的地方有叫疼痛刺激有的煤膠 那醫護版的CPI一定要做這個部分 疼痛刺激的部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要做疼痛刺激的部分 因為你醫護人員如果在執行救護 在做CPI的時候 你不是很單純只有做CPI的部分 因為有時候要牽扯到AC6S的流程的時候 你有沒有可能需要去評估它的 GCS的部分 分離指數 那疼痛刺激完之後 要來評估一個叫做 有無自發性呼吸 OK嗎 現在 自發性的呼吸 我們這是快速的評估 因為2010年的CPI要求的就是 壓胸的重要性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快快壓 用力壓 胸腿彈 末中斷 OK嗎 評估有無自發性呼吸的時候 女生我就看胸部有沒有胸部起 男生有沒有腹部起 這樣就好了 快速的一到兩秒 快速的評估過去就好 OK嗎 再來進入第二個叫 那第二個叫的部分 要怎麼求救 你就指定一個人 這位小姐請幫我打電話叫119 OK嗎 這位小姐 順便幫我去拿AED 所以現在第二個叫的部分 以前是求救 現在要夾上拿AED的部分 那CCAV 第一個C Suppression 就是評估一下我們的循環 那有意識的病人是評估雙側的勞動脈 沒有意識的話評估頸動脈 那頸動脈 就是找到我們的喉結左右兩側約兩骨子的第一八 那我們一般評估的時候 就用我們的食指中指來摸 你不要用拇指好不好 就這樣子去摸 那評估的時間5到10秒 好 再來Compulation 就是壓胸 你會看到病人的胸膚的寸中央 你就把它壓下去 或者壓胸深度5公分以上數率 每分鐘100下以上的數率 那壓的時候要壓30次 再來咧 如果我們AOA 上通目吸道 主因C給兩口氣 所以30比二就這樣子 那它30下兩口氣 這兩口氣的話 我們怎麼扣 就是每一口氣大約兩胸膚的氣 就好 那就是30比二 總共要做五個循環 那我們補個循環 必須要在兩分鐘之內完成 這剛剛我講過的 拍兩側肩膀 承送刺激 再來 好 打電話叫119 順便拿AAT的部分 好 手機沒訊號 好 所以擴打112 好 那記得 我們平骨頸中邁的時候 一樣記得要暢通呼吸道的動作 好 那這是我們頸中邁的部分 好 平骨時間不超過10秒 30比二 好 壓到我們胸膚正中量就好 好 記得壓的時候 手指頭要翹起來 好 好 那壓的深度 一碎以上5公分 一碎以下4公分 這個快速跟它跳多少 按壓的速率 每分鐘100下以上的速率 好 好 那這個是剛剛有跟他講過了 我們的頸椎沒有受傷 是用壓耳排下 或者推下二把 記得 你不要記得捏 好 好 那這個就是剛剛跟你們講的 Ambu的給氧 3C給氧法 好 除下五個循環頭 有人重新評估頸中邁 頸中邁 頸中邁如果沒有跳動 你繼續五個循環 好 那如果頸中邁有跳動 沒有 不吸 我們就是五到六秒 給你口氣 那它目前的ACLS的文獻上面也有 舉出 我如果是用口對口的東西 或者是剛剛的Mbq 五到六秒 它一分鐘 給10到12指 OK嗎 但是我如果今天進階的 比較進階的呼吸道 例如我們的HANDSTOP 吸管內容 還有我們的LMA 有聽過LMA嗎 LMA的話 又叫做活躁呼吸道主 的時候 給氧就是六到八秒的一口 那一分鐘也八到十次 好 那 如果 有循環 有呼吸 沒有意識 就把你復出姿勢 整個CDR的流程到這邊才結束 那這邊 呼吸的部分可能是大家比較有問題 我們來示範一下 給氧的速率 假設我今天在壓30下 30比2的這兩口氣 注意看 壓一 壓二 這樣就好 大家知道這顆AMPU的容量 有多少 1500CC 那我每一口氣 給多少 大約三分之一 就好 500就好 你幫我的意思嗎 一個 你這樣子 整車把它壓到底 壓力太大 有可能 等一下病人會吐出來 再來速率過快的話 會造成病人會怎樣 呼吸過度 過度安清 那假設 我今天 CDR的五個循環 恢復了心跳 沒有呼吸的時候 我們來看喔 口對口 AMPU 5到6秒給一口 那5到6秒怎麼給 注意看喔 壓 2 3 4 5 6 1 2 3 4 6 他有四種情況喔 單人施救的時候 我要先CPR兩分鐘再求救 第一個小於八歲 第二個 妖物凍組 第三個創傷 第四個逆血 單人施救 我必須要先CPR兩分鐘再求救 所以他的口訣又變成怎樣 叫 CAB 叫 雙人施救的話就沒差 就叫CAB 單人施救 他的口訣又變成叫CAB 故書之士 我們來看照片就好 好不好 就是側膛的意思喔 只是說他的重點就是30分鐘要換邊一次 我本來如果左側膛 如果30分鐘我們救護車還沒抵達現場的話 你記得把它關到右側 因為不要同時都一直壓 過到同一邊的胸部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付出知識 好 那我們的CPR到這邊 好 那我們的CPR到這邊 如果吃東西也到了 要怎麼製救 如果吃東西也到了 用椅配 那還有呢 桌角 桌子 找一下高度跟你差不多一樣搞的 大力的重疾哪裡 肚臟 肚臟 哪裡 肚臟 還有 健突的中心點 這邊讓我們腹部門位的地方 因本色的話 分為兩種情況 一個叫做半阻塞 一個叫做完全阻塞 好 半阻塞的病人要怎麼處理 半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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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吃東西嫁到 半阻塞 不要嫁到 要嫁到 要嫁到十幾塊有沒有吃 半阻塞怎麼處理 都沒有噎過 我相信大家都有半阻塞過 只是沒有人家 他會半阻塞 如果我吃東西嫁到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咳嗽 那個就是半阻塞 那這個時候病人要怎麼處理 不用做他的努力課 你只要鼓勵病人用力咳嗽 觀察病人的呼吸就好 所以大家應該都吃東西有半阻塞過 那什麼情況之下要做 他有一個 完全阻塞 我只要去問他也去話 就知道他是半阻塞 還是完全阻塞 好不好 好 來 面對大家 你是不是嫁到了 對 這樣是半阻塞還是完全阻塞 會發出聲音就是半阻塞 還有一次 來 雙手放在頭子上面 雙手 先生 你是不是嫁到了 他不理我 他還叫什麼 完全阻塞 就代表說因為 氣管是完全塞住還是 塞住一半 你懂得懂得懂嗎 OK嗎 那什麼情況要做他努力課 是要 我講話 是要先問他 你是不是嫁到了 有沒有發出聲音去判斷 沒有發出聲音就做他努力課 有發出聲音咧 就鼓勵他 用力的活動 好不好 你懂得懂得懂 觀察他的呼吸就好 好 好 我們在做他努力課的時候 第一個 病人雙手會放在他脖子上 會表現出很痛苦的表情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站著的話 是代表他意識是清醒 那你要指揮他怎麼辦 來 請把雙腳打開 再開一點 再開一點 那我是施救者 我成功劍部 來成功劍部 來雙手放在脖子上 好再來咧 第一個去找到什麼 戶籍嘛 再來咧 建突 那一隻手握拳 握拳這個叫虎口 虎口往內 OK嗎 左手握右手都OK 往內之後請我們的病人往前請 那原則上壓幾下 壓五下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 有沒有 那如果壓到一半咧 病人突然崩倒咧 我是可以撐住 然後因為你倒下來沒關係 所以為什麼要成功劍部的用意在這裡 那我們再一次喔 如果說我今天沒有成功劍部 我如果沒有成功劍部 一二三四五倒下來 我是也會一起倒下去 這之前的哈姆利克區分 一歲以上 一五可適用哈姆利克 小於一歲 拍背脫胸 失去一日的哈姆利克怎麼做 就是上一節課教你們的 用胸部腕牙對吧 那胸部腕牙這邊就不用 一上二上三上四上五上 一二三四 OK嗎 那原則上壓五下 壓五下完之後咧 再去做一個挖的動作 沒有導致嗎 那你就是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直到把東西挖出來 回程 假設 病的是一位孕婦咧 吃東西 到底要怎麼樣 就是胸部 剛剛我是站在後面壓腹部 那這個時候咧 腹部的那個手 把它換成胸部 胸腹症狀 OK嗎 一樣喔 有醫師的話 我站在他後面 換壓胸部正中壓 沒有醫師咧 一樣 就像剛剛平常一樣 這樣怎麼樣 OK嗎 那小於一歲 我就拍背桌胸 這樣我們兩側肩 兩股中間拍五下 再來翻過來之後 再兩股連線下一橫子 要我們差不多 一樣長的兩根手指下去壓五下 再來咧 把它放側邊 用你的小指把它嘴巴 東西挖出來 重複這個動作 直到一股吐出來的位置 謝謝 很多信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